考古學界又有了重大的發現 考古學家最近在墨西哥古城庫魯巴 發現了瑪雅文明的一座大型供電遺址 它的歷史有超過一千年 而且供電的使用者很有可能還是瑪雅時期的精英 考古學家表示 會盡快進行後續的考古工作 未來有望開放讓遺址提供給外界參觀 讓考古迷克一窺瑪雅文明的神秘面紗 近年來人臉辨識系統越來越常見了 不但可以運用在手機解鎖 跟社交網站上 最近各國的政府機關 他們也傳出開始利用人臉辨識 幫忙追棄嫌犯 並且要藉此追蹤 也許鎖定可疑的人物 但是這樣的用法 卻引發很多的爭議 因為有專家認為 人臉辨識系統擴張了國家的權力 再加上這系統本身 仍然是存在著性別跟種族的規悟 所以如果是運用在執法上 很有可能會讓弱勢族群 變得更加的弱勢 那麼另外一方面 人臉辨識也改變了照片的意義 因為人們原本拍照是為了要記錄生活 但現在只要把照片上傳到網路上 就有可能變成被追蹤跟監控的對象 極端天氣變化 有的時候天氣變得很冷 特別適合泡溫泉 而最近就有一群野溪溫泉愛好者 他們在南投庐山溫泉的附近 發現了一個馬海樸溫泉 由於春夏水量比較大 但是溫泉冒出來之後 立刻就會被吸水給沖走 因此這群溫泉愛好者 特別選擇在秋冬枯水旗 前來尋找溫泉的下落 果真最後真的被他們發現了 雖然這個範圍不太大 但是可以在大自然裡頭泡湯 也別有一番滋味 二零二零風跨年 今年雖然有五月天跟蔡依林 留在臺灣陪大家迎接新的一年 但還是有不少天王天后 前進中國大陸搶賺對岸財 像是金曲歌王王力宏 就會在江蘇衛視跨年晚會亮相 同一場的還有孫燕姿 潘瑋博 鄧紫棋 以及歐陽娜娜 而東方衛視的陣容 則是有羅志祥 梁靜如跟娜英 至於林俊傑跟香港天王郭富城 將會選擇在湖南衛視 陪歌迷倒數 二零二零世界新車大展 第一個週末人潮湧入 除了新車發表非常吸睛之外 在展場裡的車模 也有不少都是明星臉 也是一大亮點 像是有車模就被說 像是本土巨女神曾婉婷 還有小猴沛層 也抹殺了不少美光燈焦點 另外還有車模被說 像是王菲跟謝金燕的綜合體 想要享受無敵美景 好好聆休嗎 來看到這是東歐國家 喬治亞就有這麼一座 最接近天堂的教堂 位在四十公尺高的懸崖頂端 在那裡修行 不但是可以修身養性 還可以讓你的信仰 堅持 迎接跨年 台北101煙火獸即將要上演 而另外台北美麗華跨年煙火 也有長達三百秒鐘 預計將會有上萬人擊爆市區 如果不想跟大家擠來擠去 或許可理考慮到寬闊的河濱公園 來看這些煙火獸 台北水利處特別整理了四個 位在上風處的河濱公園 包括彩虹河濱 美堤 關山 還有迎風河濱公園 讓大家可以方便停車 又可以輕鬆欣賞煙火 迎接2020 大陸重慶的動物園 有兩隊雙胞胎貓首滿六個月了 正是貪玩淘氣的時期 可愛活活的樣子 新年最後帶您快去看看 我是劉宜涵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